當我在Zoom 我完全看到別人的笑容 疫情期間 視訊會議和直播成為主流日常 現在卻帶來意外相機 視乎我上鏡頭 我發現我的眼睛是眼睛 視乎我上鏡頭 我只想,我的天啊 我沒有發現我的眼睛是這麼糟糕 還有其他人在想 當時我會在Google Meet 我會把我的眼睛開啟 所以我沒有要看自己 鏡頭下每個人無所遁形 所謂的視訊會議效應 讓越來越多人 更注重牙齒的美觀 由牙醫師指出 近來業務明顯增長 大部分是成年人 對自己的笑容不滿意 開口就指定要整牙 一方面是因為疫情期間 口罩能夠遮住牙套 長時間關在家裡 也省下不少娛樂和休閒預算 讓不少人為凌亂的牙齒 大增利一番 你正在視訊 頭部的牙齒都很顯得 還要看牙齒 還要看牙齒 你現在想要做診施 翻新認為牙齒不僅是笑容 最重要的一部分 一項英國調查顯示 過去有八成的整牙成年人 介於26到55歲間 其中女性多於男性 不過現在卻有越來越多人 因為疫情提升口腔健康意識 也讓這波整牙熱成為疫情下意外的流行焦點 環宇新聞 請您繼續鎖定環宇新聞網 以及Youtube環宇新聞頻道 並且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接收更多全球新聞報導 即將不見公開